其實重點當然就是在e-sale函數 跟這個如何再把一樣的邏輯 變成VBA 也許再來就是再銜接到資料庫啦 或者是再更進階 也許是從網路上撈資料 然後到e-sale去做後續的分析 統計 產生你需要的報表 那這門課其實開已經很長一段時間了 所以累積的還蠻多的內容 那當然主要的開這門課的用途 其實就是要增加各位的工作效率 其實有些事情可以很簡單 很快速的完成 但是如果你不知道方法的話 其實你會浪費非常多時間 在一些可能本來很簡單的事情上面 而且如果你每天都一直浪費那些時間 你一整年加起來浪費的時間 就非常可觀 所以如果說你可以把這門課程學好的話 我相信你會慢慢有感覺 就是說你會省掉非常多的時間 然後慢慢那你會變成你會有更多的時間 那你會有更多時間的話呢 接下來當然你就可以再去做 如果也許你上班 像之前有同學就是學會了 然後變成效率提高了 他又會有多餘的時間去思考說 怎麼樣更好的方法 所以再把上課的東西 融入到工作裡面 上班的時間也順便可以學習 那這樣的話 他的工作效率又提高了 然後呢 他的技能也增加了 也就是說慢慢又增加一個專業 其實這門專業 對我是覺得還蠻有必要 而且像現在有一些公司 有一些領域是已經把那個 你進入的門檻 就是一定需要有一個VBA的技能 如果沒有 你可能就進不了某個領域的行業 像金融保險業 我知道已經有這樣的趨勢了 那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先跟各位說明一下 那再來我們來稍微了解一下 這門課大概基本上 我規劃了幾個要領 等一下要講第一個當然 我自我介紹一下 第二個我說明一下 因為這門課程 可能會需要你們去 閱讀一些其他相關的書籍 主要是因為這個東西 有太多的理論 可能你需要去自己充實 那可能你自己閱讀上 我想應該比較沒問題 但是大部分人有問題的 通常是你看完了 但是你還是不會做 也就是尤其像那個VBA城市設計部分 很多人都買了一堆的書回去 之後都供在那邊 他不知道看了半天還是看不懂 看懂了 但是做不出來 OK那所以呢 我可能比較重要 重點可能會放在教你怎麼做 而且真的做出來 而且真的在工作上可以應用 派得上用場 可以快速的解決問題 我想可能會把時間花在這個上面 比較重要 也許理論部分你自己看就好了 我再多講 可能你會覺得這東西可能太瑣碎 而且比較沒有 就是不是那麼重要 我覺得比較重要是教你怎麼做 OK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細部的內容 大概會這樣 主要會把那個 我們的函數 把它重點切五大類函數 所以我會有五大類函數的範例題 那這五大類大概概括 有文字與資料 然後常用的像什麼 MID Labs Ride 這常用的 那有 這個REPEAT LEN就是算字有幾個 然後另外有個TWIN 就是切空白的 就是有多餘的空白把它去掉 那subtitude是取代 那這個跟這個有點像 不過它用途又不太好 那tst是格式化 比如說你可能有 要格式化什麼樣標準的 規格化的文字的話 那你可以用tether 那fine的話呢 就是尋找你某一個儲存格 裡面有沒有某一個 某一個字串 那如果有它會告訴你在第幾個 如果沒有它會跟你講一個value的錯誤 會告訴你 那me的 這有用 那isL就是如果有錯誤的話 你可以把它過濾掉 因為有錯誤的話會緊開頭 緊value啦 或者緊number啦 緊ref等等的 那那個部分怎麼辦呢 你可以用is if isL 這個if ifL 去把它過濾掉 那再來當然 我們也許我的解說的方式 都會先講一些 可能基本的函數 我想大家會 我就可能不花太多 大概講的就是你可能比較不會不熟的 或者是進階高階的函數 那這些函數呢 當然不用死背啦 你需要了解的 不是去背它怎麼用 而是你要去了解 它有固定的使用方法 如果你懂得那個固定使用方法 而且看懂 它要跟你需要的資料 你給它的話 它會給你最後你要的結果 那不過 這個前面講的還是所謂的函數 這個函數指的是 一次有提供給你的函數 那這個一次有提供給你的函數呢 那當然一般用的就是插入函數裡面 你就可以顯示出你自己定義的函數 或者是說你可以自己增加一個按鈕 按下去自動就所有東西就全部跑完 也許就類似一鍵完成所有的動作 一鍵完成 產生你要的報表 那當然第一個是文字與資料函數 第二個的話是邏輯 邏輯當然有這些啦 當然邏輯部分的話 一般區別大概True或False 兩重的邏輯 那如果有更多重的 其實你可以要潮狀的 if裡面還有放if if裡面還可以放if 那像這種多重的邏輯 我們要怎麼去完成 然後另外的話 還有就是跟VBA怎麼樣去做搭配 有些東西可以不一定說用內建的函數來做 因為效率比較差了 再來的話日期和時間函數 裡面常用一些today啦 這個daydiff daydiff weekday等等的這些 那還可以除了算日期之外 怎麼算時間 有些人不太了解 所以算出來的話 常常會出問題 那其他還有像數學 三角跟統計函數 裡面的話 我們會用三米符比較常用 像contra、conif這些 其實用到機會蠻大的 像檢視與參照這邊會用到像lookup 其實常用像V路函數 不過呢 其實工作裡面很多地方 可能沒辦法只用V路函數 查到你要的東西 因為V路函數還是有很多的限制 那怎麼辦呢 你可能要必須改用什麼index 像obset indirect等等的 那後續會有蠻多的範例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這個是大概一個細項 那這一期課程大概就是把這些東西 那到底需要把那個重點放在函數多一點呢 還是VBA多一點 這個就是看待會問卷 就是我有給各位一個問卷嘛 那我會針對大部分同學第一個你的程度啦 第二個可能你的需求 然後去做一些盤性的調整 所以每一期課程都不一樣 因為你們上課的其實情況也不太一樣 當然盡可能是比較完全符合大多數同學要的東西 而且也盡可能的讓各位可以學到你該學的內容 那裡面的話大概第一個就是剛剛問卷 然後還有我們未來下載檔案的這個位置 那再來我來看一下 因為剛剛各位填完了 所以填完之後我們來看一下 那我這個地方是用那個Google的四串表 所做出來的 Google的表單啦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蠻好用的 Google裡面的雲端硬碟 雲端硬碟裡面的話有一個Google表單啦 如果這樣你要做問卷喔 非常容易的就可以馬上產生一個 欸像我剛剛就是利用Google表單 把一些問題填一填 比如說包含什麼 我的這個問卷名稱 然後細項的東西 第一個問題是用加的嘛 這個是什麼 用簡答嘛 段落就是多填一點嘛 然後單選和選 這樣很快就問卷 只要你大概知道你要問什麼 分別你們填完 填完之後的話呢 那它會自動怎麼樣 產生一個回覆 那回覆切過來之後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喔 馬上就會有一個你們問答的結果 欸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個雲端表 這個Google表單還蠻厲害的 因為它可以很快的喔 幫我統計出喔 到底我們這個班級喔 哪一個部分的 這個程度占比比較多 第一個喔 入門的只有四位 進階的話呢 欸有十二位 高階的話呢 有兩位 那顯見喔 其實這門 這門課喔 其實 本來是定位給那個 入門的喔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一個階段 是更進階的 那這樣看起來好像 似乎喔 有三分之二的同學是進階 那還有兩位是高階 有城市的底子 那這樣的話喔 顯見我們這個班的程度應該是 還算蠻不錯的 如果跟之前的比起來的話 所以也許喔 我都會把那個進度 也許拉快一點點啦 然後所以如果你假設是選了入門的同學啦 也許不然你回去的話 就是把那個影片的話再 自己再回去看過啦 反正至少你 至少上課的時候專員聽講 回去的話呢 那也許你就是在自己花一點時間喔 去做那個複習 那我們這門課呢 大部分同學需要的是什麼呢 第一個最多的是這個 Excel與資料庫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 第一個喔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 Excel與VBA工作表自動化 那工作表的話 當然一般 VBA會先從 單一個工作表開始講起 再來就是跨工作表 可能有很多很多工作表 所以我們 有因子上當然按部就班啦 所以如果大部分同學會需要 要用跨工作表的需求的話 也許我們在案例裡面 範例裡面看看有沒有類似的再多說明 再來就是高階函數的部分 其他的話 大數據相關處理的概念 那還有從網路上抓取資料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我們這個課程是有兩個階段 這個階段是比較前面的 後面還有一個進階的課程 所以有些可能比較稍微高階 像那個Excel與多工作表或者工作部 還有資料庫 可能會著重 後面部分可能是進階 講的會比較多一些些 入門課程頂多會帶到 但是不會講的很多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讓各位了解一下 好那也許前面這個大概高階的這個函數 可能可以講多一點 其他的像那個自訂函數等等的這些 那為什麼來上這門課 大部分同學是因為自己想多學 還有也蠻大的比例是因為工作上需要 OK好那大概是這樣 如果還沒填的話 請各位利用下課時間再幫我填一下 那再來就是說 第二個是 請各位待會 如果有時間的話 就是去下載那個雲端的資源 那雲端的部分的話呢 我剛剛有講的這個網址 基本上就是按照12345 所以你每次上課 反正一週也許是一個 大概一個範例 裡面還有好幾個 也許裡面也許今天的話 我們先從文字與資料函數開始 那你可以先把這個範例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稍微了解一下這一題的大概邏輯 其實第一題的邏輯是這樣 綜合練習 這邊有個手機 手機裡面我希望可以看到的是 0911 那一個減的符號 -符號 再串一個什麼呢 3碼 可是84 補一個0 084 再一個- 再007 那也就是說 這邊的話可能牽涉到 要補幾個0的問題 那要怎麼補幾個0呢 這上面有說明 可以用REPT 加LEN 加LEN 凡數 那IPT的話呢 主要是REPEAT 什麼文字 那文字的話呢當然就0 補幾個可以根據LEN LEN是算這裡面有幾個字 基本上呢一定要有三個字 所以可以用3來減 3減掉LEN判斷這裡面有幾個字 如果兩個字 如果兩個字就3減2 剛好就補一個字 3減1 剛好補兩個字 所以最後結果這邊可以顯示 最後的我們的那個 要的手機號碼 是可以撥打的 那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當然還有其他的方法 也許是不是可以制定 或者是這旁邊可以加一個按鈕 按下去自動全部幫你把這個事情完成 或者是插入函數呢 假設啦這邊目前是沒有 有沒有一個什麼呢 手機的函數 你按下確定 給他這三個資料 他就給你最後的結果 當然這邊目前沒有啦 可是呢我們可以藉由什麼VBA 去把它做出來 那需要用到REPT LEN 這邊有延伸性的練習題 那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比如說這個長度 是不是10個字啦 判斷一下 也許可以先自己先把這個範例 你先下載下來 那第一個是有關雲端上面的練習題 那再來就講義啦 講義部分的話呢 我這邊有一個這一次的講義 那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要不就是在雲 直接在雲端上啦 你可以用平板 或者用我們的電腦直接看 再不然你如果有需要 你自己再把它下載 因為它是一個PDF檔案 那你有需要的話 你自己再把它列印下來 這邊有個列印 OK 那如果 你 我是因為都五指畫吧 所以盡可能我都把它 不把它列印下來 那大概就是 其他還有雲端白板畫面 之後我們完成的 所有項可能會需要寫點程式 那寫程式呢 當然對已經有 撰寫程式經驗的人來說 是很簡單的事情 但是對於完全沒有接觸過程式 的同學來說 光沒有幾行就很容易打錯 所以這邊我會把我最後完成的畫面 通通放這個是公式 所以如果說假如 你在練習的過程當中呢 可能會打錯 不知道哪裡錯的話 沒關係 你可以拿我這個來比對一下嘛 OK 然後還有需要的程式 我會把它貼到雲端上 所以未來你可能會需要學會什麼 學會第一個找到雲端上面這個東西 然後你可以Ctrl C Ctrl V 複製貼上會吧 那你就可以寫完了啦 那當然不是就這樣為止喔 你就是知道怎麼做 而且這個是確定是可以執行 不會有錯誤的 那你再把它刪掉 重新來過一遍 OK 至少你們會有個正確的版本吧 比較會有信心的 那這個部分跟各位說明一下 有關雲端資源 往後啦所有的東西 還有就是說 可能我們會增加一些補充的資料啦 也會把它放在這邊 那會叫它叫雲端白板 其實也是因為這個白板太小了 寫不下 那我不知道放哪裡 所以後來我就想說 乾脆放雲端上面好了 那放雲端我就把它取一個名稱 叫雲端白板 所以這個也是我創了一個新的名詞 雲端白板 所以這個我想應該其他老師應該也沒有這東西 所以這是我應該去申請專利的吧 以後如果別 那這個當然是一個方便 除了我自己方便 我也可以累積很多 每次上課的這個講義之外 也可以給各位比較方便參考 那請各位也許等一下先幫我 要把這個雲端的東西先下載下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如果說你還沒填問卷的 那就幫我填一下 我大概統計一下 答的程度 那第二個就是 下載 範例檔案 另外 在講義裡面的話呢 也有蠻完整的一些說明 不過講義是這樣 講義裡面你沒辦法複製貼上 它只是有畫面而已 如果你要複製貼上的話 請記得到雲端白板裡面去找 雲端白板每一次只要我們有範例 有練習題的話 那在雲端白板裡面呢 就會有對應的解答 所以你如果要需要一些解答的話 你可以到雲端白板裡